掌握源头报价 不做三家韭菜 大家好 我是小五 一个在华强北做二手机的背包客 关注我所有二手机行情都在这里 也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更新市场行情了 话不多说直入主题 相比前段时间这段时间的iphone14系列价格呢 也是有小浮动下滩 13mini基本保持横盘没有什么波动 13128g的依旧横盘在2950 512g的3700相比之前少了100 iphone13基本这两个月也不会有什么大浮动 想入手的呢 也是可以直接考虑选择入手13polo相比13pm差价幅度并不大 仅仅只有300左右的差价 如果预算够的情况下13pm肯定性价比高于13polo 更大的续航更大的屏幕同样呢 都是支持120赫兹高刷 基本能够满足日常生活所需 13pm 128g的目前是在4600相比上周少了50 256g的5020相比上周小涨20 老款系列型号也是比较多 不过都没什么性价比 个人觉得性价比比较高的 也就只有se3了64g红色的现在是1200相比之前少了100 a15的处理器 不论是当作备用机或者游戏机使用1000多的预算 性能方面也是完全够用 苹果14系列的机器呢 小五年前也是说过了3000多这个价位呢 肯定是会跌的 现在iphone14 128g的红色是在2850相比上周也是少了100 14系列 我个人觉得如果说价格是在2700左右的话 性价比会比较高 毕竟呢 是需要拆机开卡槽的机器 虽然现在打孔技术呢 已经有半年多了 技术肯定是比较成熟 但是毕竟还是有大部分人还是比较介意的 14plus整体也下探了不少 目前128g的是在3100相比上周也是少了180 对于预算不是非常充足 但是又想要一个屏幕大续航好的机器 14plus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4polo128g的目前呢 是在5000相比上周也是少了100 256g的5280大内存呢 浮动比较大一点 相比上周少了200 14pm这款机器呢 最近浮动也是比较大的 128g的5450相比之前少了350 256g的5950相比上周少了150 关于有所卡贴信号问题呢 也是非常多小伴最近在问的一个问题 其实手机版本跟信号问题没有关系 信号问题取决于你手机卡运营商 基站信号 地方基站信号不好 即使你用华为或者苹果国行的机器 信号该差还是一样差 同样的机器有所卡贴 只是需要配合卡贴激活网络就可以正常使用 剩下2-3000难道它不香吗 如果是你 你会怎么选择 欢迎评论区一起讨论交流 好了 以上呢 就是本期所有内容 如果对你有所帮助 可以收藏或者加个关注 避免下次找不到我